每天有将近3000架飞机在不停运送着超过133万名乘客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 这些我们乘坐的飞机 很多部件都在中国完成制造 中国已经成为飞机全球化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 但这还远远不够 中国的航空市场在不断扩大 未来20年 民航客机需求将超过6000架 巨大的市场促使中国工程师开始建造适合自己的大型客机 C919 未来航空运输的主力机型 它由超过100万个零部件组装完成 每一个部件的制造 都是对行业品质的极限挑战 今天周企伟工程师将带我们第一次进入到C919最为复杂的神经系统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那个飞机架舱舱 就是正副飞行员的一个正下房 是一个电子舱 它是全机设备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线篮也是最多 它设计到的插头大概间近有200个左右 线速的密集程度也是全机最高的 随着飞机制造技术的快速进步 很多部件从原来的机械传动转变为电子传动 这需要在飞机上布置一个犹如神经一样密集的网络系统 C919密集布置了超过一万根导线 所有导线累计长度将近80公里 每一根都精密地控制着各种传感器的运行 但和其他加工制造不同 这些导线需要经过人工逐一安装完成 它的复杂程度如同完成一台精密的心脑血管手术 操作这台复杂手术的是一批记忆高超的工程师 他们的每一步都不允许失误 这么复杂 我怎么来保证这些我线跟图纸装的一定是正确的 它每个坐标点没有重叠的号的 它们所有的号在图纸上面都是唯一的 我每装完这个点以后 我会在那个电子表上打一个勾 证明我这个点是装完了 到最后我做复杂的时候 我不是复杂机上的食物 我是查我那个表 我表里没有打勾的 然后我上来复杂 计算机和精细化管理 正在帮助工程师们 最为高效可靠地完成这台复杂的手术 然而对于飞机制造来说 比这场手术更为复杂和绝密的工程 正在30公里之外的飞机设计院进行着 一个危险的试验即将开始 30分钟后 模拟灾难性的故障 将对C919的飞行控制系统提出严峻的挑战 验证这场灾难性事故的 是中国工程师制造的一架 被称作铁鸟的实验平台 它所有的传动部件 都和真实飞机完全一致 赵荆州 C919副总设计师 他几年来重要的工作 就是设计这架飞机最核心的飞行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 对于任何一家飞机制造厂商来说 都是最绝密的信息 几个系统都开了吗 行 那你到副驾驶位置 驾驶舱已就位 开始进入实验状态拉起 马上要模拟的是在高空温度骤降条件下 飞机一侧机翼失效 这样的危险状况 会让飞机产生严重的侧滚 如果飞控系统不能及时纠正飞行姿态 将会造成灾难性的事故 就把它的方位 报一下飞机的高度 现在的4500英尺 178件 我们这边在设置 飞控系统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里面的很多的技术 是国外对我们有限制的 所以作为组制造商来说的话 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的机里呢 掌握飞控系统这个技术 故障已经注入 机翼被计算机锁卡在15度角的位置 飞机已经开始侧滚 感觉一下在让飞机保持平飞之后的 赶的一个操动的 没有人敢冒着坠机的风险 在天上做这个危险的测试 而对于这架铁鸟来说 可以用无数次的仿真飞行 来让工程师找到解决方案 在铁鸟大量试验的帮助下 C919的飞控系统 在首次升空飞行中表现完美 未来 C919将作为空中运输的一个重要角色 出现在国际市场上 对于中国来说 获益的绝不仅仅是乘客 它的研发带动多达22个省市 近200多家企业和20万技术工人的参与 众多产业将在C919项目的推动下 产生一系列的技术变革和创新 从商品相对单一 到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 中国只用了30多年 但制造也让能源需求变得越来越大 中国每年需要消耗接近6万亿千瓦时的电量 如果全部都用煤炭发电来供应的话 将给环境带来巨大的挑战 今天中国工业必须要从粗放的增长模式中走出来 而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更多清洁 环保的能源供应方式 核电就是其中的选择之一 核电和煤炭发电相比 碳排放几乎为零 但它也面临着安全的挑战 中国制造业的安全标准 因为核电必须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核内变反应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我们把这个能量通过真气能机转换成电能 但是能量转换必须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 为了控制这些能量预受 我们制造出了坚不可摧的大家和 上海这座占地超过一万平方米的工厂内 全球最新一代安全设计标准最高的核电机组正在生产中 这里是世界上对制造安全要求最高的工作之一 这座工厂每年能够生产六座核电站所需要的主体设备 如果他们全部投入运行 每年至少可以减少1380万吨的煤炭的燃烧 在工厂的一个特殊车间内 核电机组最重要的部件正在进行装配 一种特殊的金属管将要被装入巨大的蒸发器中 核电是由核裂变产生的能量加热反应堆中的除盐水 它流经蒸发器中密集的管路将热量传递给另一侧的水 使之受热变成蒸汽 最终推动气轮机发电 在这个热量交换的过程中 带有核辐射的水和驱动发电的水之间绝不允许接触 否则将导致放射性物质的泄漏 而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是他们 链基合金管 这些厚度只有1.01毫米的特殊金属管 它必须在辐射环境下 拥有最佳抵抗硬力和抗腐蚀开裂的能力 是核电机组中至关重要的材料 但要装配它 对安装环境的要求却异常苛刻 为了保证链基合金管的稳定性 这间厂房必须24小时维持清洁的空气和恒定的温度 CAP县式蒸汽发生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蒸汽发生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CAP县式蒸汽发生器 制造部门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工序 游行管的圈管工序 蒸汽发生器我们下部同级 这个整个长度有13米左右 要从一头穿到另一头穿管 要非常流畅地完成这个工序 它的控制的精度要求是按牛 按丝来进行控制的 所以这个制造难度就非常大的 为了提高热交换效率 蒸发器中的这些镍基合金管 需要做得足够细和薄 12500根壁厚只有1.01毫米的镍基合金管 总长度加起来超过300公里 每个管子在生产过程中就被精确地加工 并一一对应地运送到现场 再被工人小心翼翼地穿入蒸发器 整个穿管工作要耗费50天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在蒸发器的另一端 两名技术人员的工作更为关键 长达13米的合金管穿过蒸发器 它的两端将在这里和预留的孔洞重合 这是U型管和外部世界接触的唯一接口 工人们的任务是要将这些合金管的两头 焊接在端板上 焊接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接口是否会泄漏 每一个加工环节都被严格控制 甚至焊接时间都被精确计算 80秒一条焊缝不允许出现误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助 hundreds 火锅 在绿ări where Tenly 混乱中的未经许出现误差 但是没有,我们就要留意到 那些患者ρού不允许出现误差